跟大家简单说一下 我回头也会做到视频里面去 就是我们已经跑了很多很多家 诊所也好 医院也好 曼谷现在已经买不到N95口罩了 然后我刚刚是走到了一个 他们亲迈当地的一个社区医院相当于 然后那个医生会一点点中文 他就跟我说现在整个亲迈也在 大家也在注意这个事情 也在开始买口罩了 所以已经没有N95了 然后连这种我用的这种简单的医用口罩 也没有了 需要到周三周四 也就是三四天以后 供应商才会过来供货 现在已经全程断货了 然后我就把我的电话什么都留给他 然后告诉他我们需要 我们需要购置一万个N95的口罩 运回国运回 湖北 会说中文 他就跟我保证说OK 他一定会等到的时候会控制我 也会控制那个供货商 说一个比较让我难受的事情吧 就是前几天我来这边买口罩的时候 我根本就没有人 根本就没有人在这个来这个诊所 今天我来的时候已经开始排队排到门口了 然后我也不知道是不是我想多的 我希望是我想多的 就是因为这个是一个社区诊所 全都是泰国人当地人在这 所以我排到队伍里面 他们发现我是中国人之后 我希望是我想多的 他们好像离我稍微有一点距离 然后因为他们是来买口罩的嘛 所以他们都没有口罩 然后离我保持一定距离还拿手捂着脸 我希望是我想多的 我一直担心的是武汉其他的周边的城市 他们没有那么大的关注度 所以我们我和我的朋友就说 这次的这个我们的我们自发的这个捐赠也好 这个这个援助需要援助到二三线城市 我们会选一些这个二三线城市的医院 去做我们这次的这个捐赠活动的捐赠行为吧 但是现在真的买不到口罩 我也很难过 但我还会尽量在清迈 然后我的朋友在曼谷也会尽量去找 然后包括我去联系了我泰国的朋友 他们在用当地的这个社交媒体去发起这个活动 去找这个口罩生产常家 所以整个泰国人民是很友好的 包括泰国政府就是主动延长了我们的落地签 我们可以在这边待两个月 我觉得这样的事情发生真的谁也不想 也不是谁的错了 现在真的是要控制和预防 以及不要再让更多人感染了 其他的对错之类的 等事情平息之后 我们再去说 再去评判 所以这个期间 我是真的不希望任何人 去妖魔化武汉人 因为我站在那个诊所门口的时候 我当我发现其他人开始离我很远 开始拿手捂着鼻子的时候 我心里不好受 所以我真的不希望任何人去妖魔化武汉人 或者怎么怎么样 我们先把这个事情控制住 我现在再去找一个 我Google上搜的一个药店 我虽然觉得可能也没有 但是司马当黄马仪吧 然后因为我现在没有什么剪辑设备的 所以可能近期的一些视频更新 都会以这个手机拍摄的方式 所以大家见谅这个视频画质啊什么 没有以前好了 anyway 这是我是你们朋友司机 我现在在清迈 下期再见